青年們一步步向前跳躍邁進 左手握著雨傘扛在肩上 這是代表男子守護家庭 保衛部落 彰顯熊劍體魄的護衛舞 台東東河鄉新昌部落 在上一次完整呈現部落傳統記憶 已經是60多年前 包含海紀 年齡階層 豐年記憶 部落的文化就像是被按下暫停鍵 停留在過去 可以講比較確切一點 我們是在大約是在民國四十幾年 四十五年左右 我們就開始中斷我們的所謂的 傳統的歲時記文化 因為就是宗教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豐年記跟年齡階層 完全沒有產生出來 那安妮妮在六年前的時候 我當了頭目 我就想到我們的文化 本來就有年齡階層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年齡階層 就沒有辦法產生我們阿美族的精神 團結合作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雖然受到西方宗教影響 部落停辦豐年紀超過半個世紀 但仍有部分天主教徒跟旅外族人 仍會自主舉辦小型聚會 天主教信徒就在教會內的廣場 而旅外工作的族人則是舉辦同鄉會 聚會的同時仍會傳唱部落歌謠 讓鼓謠跟舞步不至於完全消失 有流失但是都已經有一點變 過年去聽說五十幾首 但是我們只能夠唱到跳到二十幾首 傳統文化遺失很久了 那要附贈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去附贈 那就像我們的傳統服飾 我們以前其實就是披毛巾 但是在早期沒有人知道 只有老人家知道我們以前是披毛巾 自律御附贈傳統的張伯凱表示 完全婦科傳統服飾已有困難 僅靠部落長者口述 盡量還原初始樣貌 新昌部落已經成立兩階的新年齡階層 為了還會接續下去 要慢慢回復到阿美族的傳統社會結構 跟祭典儀式也就由旅外同鄉會 盡可能把所有旅外的族人都召回 要一同找回曾經屬於新昌部落的傳統文化 原始新聞 已故羅奧 甲瓦 新北樹林 採訪報導